飞飞 据说我们还有黑五折扣 上一期呢给的大家是双十一的折扣 那现在黑五来了 双十一的折扣仍然适用 再加上今天黑五的折扣 那我们样样来 我们先从红酒开始 这次黑五的折扣有 Opus的这个Overture 就是大家人尽皆知的 像茅台一般存在的 Opus One作品一号的一个副牌 为什么这个选这瓶酒呢 首先这瓶酒呢 它的性价比很高 它是作品一号的副牌 那它里面采用的葡萄 是作品一号 它每一年剩下来的葡萄 那混降之后呢 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口感 而且它在黑五的价钱 也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网站 现在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Dio 这个Overture呢 它是Opus One一半的价钱都不到 如果大家还没有狠下来心 去买作品一号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个 这个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下一个呢 我们说白酒 白酒在美国其实卖的人很少 而且大家去超市都会很贵 就是一不小心就花多了很多钱 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黑五的特价 是这个长城庄的五粮液 它是一个750毫升 算下来呢 比中国的价钱还要便宜 而且现在我们的特价在网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基本上是超市的七折或者六折的样子 趁着黑五还赶紧囤起来 因为现在的价钱应该是最好的 好下一瓶拉夫格 我的最爱 它就是安艾雷岛烟熏泥梅的代表作 那这瓶酒它之所以叫洛尔 它是一个之前拉夫格15年的一个代替品 它现在虽然没有写年份 但是这里面的最高的酒页 甚至用到了20多年的酒页 而且这款酒是非常非常均衡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一年都没补过货了 那现在趁我们黑五的时候有货 而且我们的价钱非常好 大家应该囤几瓶 因为你现在不囤 过两天它又没货了 就又喝不到了 好下一瓶 既然说威士忌 那我们就说这个威士忌 我昨天看世界最受欢迎的威士忌里面 第七名是妮卡 那妮卡因为黑五嘛 我们就做点入门款 这两个一个是麦芽的 一个是古物的 就是它两个加起来 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deal 妮卡的酒不用说 它从入门到它的高端 都是非常好喝的 两瓶酒的口味都是那种 甜甜的很好入口 而且它的果香的味道特别长 刚入门的人都会喜欢喝的 它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你用同样的价钱去买其他的酒 有可能它不到那个相应的味道 如果你想尝试日本威士忌的话 我建议你去试一下 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好威士忌说完了 最后我们来说清酒 清酒我给大家选的这个黑五的特价 我们选的一个打赛的三酒 我相信大家对打赛这个品牌 都是很了解的 就是打赛的三酒 它是打赛的一个入门款 我相信大家看过 有的时候在打赛的瓶子上 会写23会写45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三酒 只不过它没有用数字标明出来 三酒的意思就是说 一厘米它磨到只剩下39%的米星 去酿造的这瓶酒 作为一瓶二三十块钱的酒 其实这个是性价比超值的 大家可以趁着黑五赶紧入这瓶酒 去感受一下打赛的风格 黑五的deal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这些酒呢都是最适合囤的 最难买的 而且是最好的deal 大家趁着黑五这个机会赶紧囤起来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今天给大家推出的 这波黑五的deal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 有更多的资讯 我会在视频里面通知大家